蔡總統十三號當天 親自接見友邦史瓦蒂尼駐台 新任大使蒙西比 見證兩國邦誼 卻被有心人士刻意扭曲 母嬰育兒網站babyhome 有人投稿紅色大標題指蔡總統快篩羊 用的就是總統接見畫面截圖 甚至還放上病毒圖樣 底下再截總統的臉書大頭貼 用成黑白照 斜著蘇貞昌站待總統府工作 看來聳動 但是被認證是假消息 假消息衝刺 蘇貞昌不受影響 在行政院會肯定各部會 努力防疫好成果 總統上午則是照例出席指南宮活動 撇清確診傳言 而總統府則嚴正駁斥 遏制假消息 強調總統沒有確診 健康狀況良好 公務行程正常進行 已經向警方報案 實際追查這篇假消息投稿 在網站上裡頭漏洞擺出 不僅標題據報導的據是簡體字 內容最後工作有序進行 更是中國用語 追查網站版主審信女子臉書 臉書不僅沒有朋友貼文少 都是抨擊時事 甚至指台灣疫苗殺人鐵證 專家指出這些都是人頭帳號 操作認知作戰 刻意抹黑政府 說好我們今天三軍統帥確診了 那因為說他因為太急急於國防外交 那所以說傳達跟社會傳達說 那我們就是大家比較輕鬆一點 不要急急於國防外交的話 這樣子說不定就會比較不會 中新冠肺炎 這個其實是鬼扯 假消息遭府院否認後 網站隨即三文 但是散佈假消息 檢警都已經存證 要追查背後主使者 杜絕假訊息泛濫 三零新聞陳俊傑 陳岩豪 臺北常務道